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是用GEMOBI上手统计区 第二张研究设计入门的导读 那这一张呢他也是放在一开始前面 让同学正式接触 GEMOBI 之前的一个章一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也是 主要是以阅读为主 而在这个综艺版呢 在以 我把这个影片上架的时候呢 这个中文版呢我只有完成 2.1以及2.2 两个部分的中文翻译 因为这两个部分呢跟 统计的学习比较有关系 那2.3之后呢 主要谈的 已经是谈到了研究方法 就是不只有统计 还有 各式各样的 心理学常用的研究设计 需要知道的 概念 那在这边呢 我就大概 要请 跟给同学的一些阅读上的建议是呢 除了 单纯的阅读之外 也建议 如果同同学有正式上 一个课程 或者是有和其他人 组成 读书会的话呢 建议呢 阅读完 完之后呢 与你的老师 或者是 读书会的同学呢 一起来 讨论看看 彼此 读过之后的 认识 那原因是因为呢 正如我这个第1 第2.1的 这一节 他叫做认识心理测量 那 这个原因呢 其实 心理测量呢 是 造成 心理学 之所以为什么 在过去被人认为是一个非常抽象的 学科的原因 是因为 心理学 心理的测量呢 都是 很抽象的东西 那例如在这里举的 例子 然后他这里例子举的好像都是讲到一些 好像很 很实在的 一些事物 像是年 像是年龄啊 喜不喜欢什么东西 或者是 一些生物特征 但是各位可以 去仔细的 看看内文中的描述 会知道 其实 这一些都是很抽象的概念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 做 任何心理学 资料的统计 或是研究之前 都一定要先去 确定我们的操作性定义是什么的一个 一个原因 那所以要请同学要好好的仔细的阅读这2.1 那2.2呢 有做了 做了是跟很多统计书一样的介绍就是 有介绍四种测量尺度 以及 为之后所 建立的 在之后会一直 提到的 连续以及 剑短变相 那在这一节的 连续剑短变相的 部分呢 我有做一些跟原来的英文版不大一样的改编 因为这里有配合 GEMOBI的 GEMOBI他们所设定的 一些变相的符号 我有做一些搭配 那么我有另外在做一个比较长的影片 搭配GEMOBI做示范 那会建议同学 在你 念完 在你 念完并且跟着第3章的初步操作 之后呢 可以再回来看看这个连续 剑短变相 那在 之后的 特别是 谈到了 几率 推论统计的 部分之后 我也会 不断的提 提醒同学 这个 连续与剑短变相 以及 四种 测量尺度之间他们真正的关系是什么 好那就我的导读就到这边 祝各位同学学习 顺利